警方距離抗議人士奪回礦場控制權 也把環保少女童貝里抬離現場 代步過程媒體跟前跟後拍攝 還沒查驗警方似乎就已經發現 他們抓到大人物 童貝里沒有反抗 在遠離礦坑邊緣地方 被員警抓住手臂壓上警車 童貝里後來還在警車內豎起大拇指 警方在查驗之後將他釋放 可不可以檢查我們嗎 童貝里聲援環保人士 在德國西部旅測拉特村以外 大約9公里的露天煤礦 示威時遭到拘留 德國現在非常嚴重 我們剛才收到公司的數據 現在有35,000人 在立特朗 抗議德國 世界上最大的災害者 當地為了擴大煤礦 開採被拆除 礦商德國能源巨頭 蘭茵集團和政府達成協議 把呂特拉特村移平擴建礦山 可是環保人士認為 德國不應該再開採煤礦 製造大量溫室氣體 應該把焦點放在擴大 再生能源 對同輩里而言這不是錯秀 而是事關地球和人類存亡 因為烏惡戰爭 俄羅斯減攻天然氣 導致能源短缺 德國主張廢核被逼到 不得不重啟核能發電 以及啟動火力發電 擴大開採煤礦 靜新聞 彭欣蔡集團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